这个少年爱上了梦中的少女 可当他想去寻找她时 竟发现她已经死了三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故事一开始 少年一觉睡醒 发现自己变成了女生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摸了摸自己 以为自己还没睡醒 刚才他又梦见了那个三年前 在电车上遇见的女孩 这就是所有羁绊的开始 女主名叫宫水三叶 一直生活在一个名叫纪守镇的偏远小镇 三叶的母亲因故早逝 父亲忙于竞选镇长 年幼的他和妹妹一直都是外婆照顾 小镇的生活平淡又枯燥 公交车两个小时一趟 便利店九点就关门 既没有书店也没有牙医 唯一的咖啡馆 是这台能买到罐装咖啡的自动贩卖机 更让三叶崩溃的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镇上的古老神社一直由宫水家代代传承 作为神社的下一代传人 他要跟外婆一起编织结绳 并且要在每年的祭祀上 穿着巫女服跳他理解不了的舞 作为神社的巫女 他还要在仪式上当众咀嚼米粒 再吐出来制作口角酒 这引蓝了同学们的不理解和嘲笑 这对于步入青春期的少女来说 简直就是射死现场 终于在这次仪式结束后 三叶很崩溃地对着星空大喊 结果第二天醒来 他真的变成了一个男孩子 走出家门一看 这里正是他向往已久的东京 三叶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看到了校服上的名字 用手机搜索了路线 来到学校后 三叶才知道这个身体的主人叫龙 也是一名高中生 好不容易克服了用男生的身体上厕所 没想到日常用语的转变难度更大 就这样 三叶用龙的身体 好好体验了一回大城市的多彩生活 他第一次去了向往已久的咖啡馆 用龙的零花钱 还用他的身体撩妹 女同事被客人恶意划破的裙子 心灵手巧的三叶很快就缝不好了 还绣上了卡哇伊的图案 晚上回到家翻看手机 发现这个男孩有写日记的习惯 也知道了龙在暗恋着女同事 他把这一天的经历也都写进了日记里 临睡前 三叶想起了之前莫名其妙 出现在自己作业本身的问题 他在龙的手心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三叶 而另一边 三叶的身体里也注入了龙的灵魂 听见同学们在恶意议论三叶 他可不可忍气吞声 直接怼了回去 第二天 龙本人醒后看见手心的名字很疑惑 手机里充满少女心的文字 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写过这些 也记不得昨天发生过什么 甚至怀疑这是好友的恶作剧 今天的龙恢复正常了 但好友羞涩地表示 昨天的他更可爱 这种奇怪而又真实的梦 他们经历了许多次 手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 自己没写过的日记 未忘录里记录着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 作业本上不属于自己的涂鸦 从身边的人口中听见的自己的反常行为 两人终于意识到 对方是真实存在的 从那以后 两人就开始了这种奇妙的生活 渐渐地 他们根据梦境中的信息 知道了对方的基本情况 两人是同龄的高中生 其实三叶比龙大三岁 互换身体每周大概会发生两至三次 并且没有任何征兆 互换条件是进入睡眠 原因不明 互换身体后再次醒来 在对方身体时的记忆会逐渐模糊 为了不影响正常生活 两人约法三章 其中最关键的是 双方要在互换身体的时候 记录下当天所做的事 他们没有见过彼此 就这样一直通过浑川 互相连接在了一起 三叶愉快地花着龙的血汗钱 还帮他追喜欢的女同事 龙替三叶编织结绳 还让他成了全校打篮球最帅的女神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就在这一天 龙再次浑穿到了三叶的身体里 电视新闻上播报 千年一遇的彗星离地球越来越近 今天是宫水家族 距山中侍奉神明的日子 图中外婆讲述了产灵的故事 传说产灵是神的作品 是万物之间的连结 也是流逝的时间 他们一直在编织的结绳 和制作的口角酒 也是产灵的一种 外婆说再往前走就是隐世了 也就是冥界 想要从那里回来 放下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在宫水神体所在的山洞中 三叶将自己制作的口角酒 供奉给了神明 反称是已经是黄昏 夕阳洒在湖面 波光淋漓 这绝美的景象牢牢印在了龙的脑海里 妹妹提到彗星即将到来的事 不知道站在这里能不能看见 龙显得很疑惑 在他那个时空里 并没有彗星即将降临的预告 有类似经验的外婆 察觉到眼前三叶不是三叶 反问眼前的龙是不是在做梦 随后龙从梦中惊醒 这次两人醒过来后 眼角都莫名地流下了泪水 一种无力的悲伤感不断在心口徘徊 他们此时还不知道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互换身体 而三叶即将在这天晚上 死于一场分裂的彗星 龙查看了一下手机 得知三叶帮他安排了 今天跟女同事约会的事 他匆忙赶过去 但约会的时候他却心不在焉 参观美术馆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张很熟悉的风景 他盯着看了很久很久 结束约会时 女同事一眼看出 龙喜欢上别的女生了 龙发现三叶在备忘录里 写了奇怪的留言 结束约会时 刚好能看见彗星吧 他心里很奇怪 最近并没有有关彗星的报道呀 三叶这边剪了短发 穿上漂亮的和服 今晚小镇的居民们都会聚在一起 举办一年一度的秋日祭典 三叶想到龙此时应该再跟女同学约会 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 在和朋友前往祭典的途中 一颗彗星划过天空 新闻上播报的千年一月的奇观 刚好就在今天降临了 三叶和好友驻足欣赏着 突然 一颗小彗星从中分叉 直直朝着小镇的方向坠落 龙鼓起勇气拨打三叶的电话 听到的却是号码不在服务区 龙想在下次呼唤身体时 把今天惨不忍睹的约会情况告诉三叶 可他没想到 从这一天以后 两人再也没有呼唤过身体 日子一天天过去 电话打不通 信息也发不出去 龙对三叶的思念也越来越浓 他很想去找梦中的那个女孩 却不记得他生活的小镇到底在哪里 龙不断在网络上寻找着线索 用画笔 靠着残存的记忆 画出了小镇的一角 和那天傍晚看见的美丽湖泊 就这样 龙拿着这幅画开始了寻期之路 他把一根红色头绳系在手腕上出发了 可世界那么大 他只有一张风景画 而且还不确定画得对不对 找了很久很久 几乎走遍了友山的地方 却都没有找到那个小镇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一家拉面馆的夫妇 竟然认出了这里 并告诉龙 这是细手镇 听到小镇的名字 龙感觉莫名的熟悉 他很确信 那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可同伴却惊觉 细手镇就是三年前被彗星击中的小镇 再次来到熟悉的山丘 小镇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原本的圆形湖泊旁边又多了一个圆形大坑 龙从同伴口中了解到 三年前有一个导致数百人死亡的灾难 彗星分裂砸向细手镇 而当时居民们刚好在举办秋日记 人群汇集的地方也是后来彗星坠落的地方 小镇三分之一的人都在那次灾难中遇难了 后来剩下的人也搬离了细手镇 同伴这么一说 龙隐约记起了一些 可就在两个星期前 他还在我手机上写日记啊 龙拿出手机 三页写的文字在他眼前逐渐变成乱码 然后消失 龙在遇难者名单上 找到了宫水三页的名字 一阵揪心的悲伤穿透了龙的心脏 可当他再次抬起头时 却突然忘了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如此悲伤 所以龙和三页之间的互换 不仅跨越了空间 还跨越了时间 两人之间一直相差了三年的光景 龙开始怀疑一切都是他的幻想 自己对细手镇的风景有印象 也许是多年前无意间看见有关大理的报道 龙的记忆很快就模糊了 他不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 也不记得手腕上的结绳是谁送的 一直以来 他都把这个当作护身符 习惯性地戴在身上 这时龙想起了有关结绳的传说 这是细手镇的特产 传言他体现了时间的流动 是产灵的一种 突然龙想起了他穿越时 陪三页外婆去供奉神秘的地方 那里或许能找到三页的口角酒 当时外婆说这口角酒 就是三页的产灵 第二天一早 龙就来到了公帅神体所在的山洞 成功找到了口角酒 几星期间 自己亲手捧过来的酒 此时竟已长满青苔 龙明白过来 两人之间的时空一直都是错位的 他喝下一口口角酒 就在这一瞬间 他看见了山洞中画着彗星 彗星开始流动 画成一根长长的红色截绳 跟随着截绳 三页的一声像走马灯一样 展现在龙的眼前 他看到三页剪了短发 穿着和服准备去参加秋日记 龙很想告诉三页 一定要在彗星来临之前 离开戏手镇 等龙再次睁开双眼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又一次穿越到了三页的身体里 这次他没有色眯眯地摸胸 而是先心疼地抱了抱三页的身体 当然后来还是摸了 龙看了下日期 今天是彗星坠落的日子 他必须想办法救下三页 救下这个小镇 外婆一眼就看出 这个三页不是三页 原来宫水家的女性主人 包括外婆自己和三页的母亲 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她们在梦中好像变成了别人 后来那些记忆渐渐消失 龙意识到 包括发生在她和三页身上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梦 都是为了告诉他们 今天彗星即将坠落在戏手镇的事 外婆相信龙说的话 但她觉得 即使提前告诉居民们 也不会有人信 龙马不停蹄地找到三页的两个好友 他们不仅相信 还决定帮助打配合 因为小镇里的那个戏手壶的前身 真的就是1200年前陨石砸出来的陨石坑 正常的预告的确很难让人相信 于是他们决定引发爆炸制造恐慌 然后黑进阵广播电台 用大喇叭通知居民避难 龙提前查好了 小镇的高中市安全区 随后龙去找三页的镇长父亲寻求支援 却被臭骂了一顿 父亲由于三页母亲的死 一向很反感这种神叨叨的话 可后来龙着急了 出手揪住了他的领带 父亲此刻也意识到 他不是三页 小镇的居民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晚上的秋日记 龙遇见一个人就紧张地告诉人家 绝对不要去参加秋日记 大家都把他当成疯子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龙迷茫了 他想到也许三页本人回来就能说服大家了 之后龙在三页妹妹的口中得知 在三页的时间线里 他在昨天去过东京 随后他想起 自己的身体还躺在山洞里 那么三页很可能也在那里 与此同时 三页在龙的身体苏醒了 他走出山洞 但显然他身处的时间线 是细手镇已经成为废墟的三年之后 三页起初还不明白 龙的身体为什么会在这里 当他爬上山丘 看着眼前的两个陨石坑时 才猛然意识到 细手镇不见了 自己在那颗会星坠落之后就死了 龙在赶去山洞的途中 想明白了手腕上那根结绳的来历 原来三年前 三页也曾去东京找过他 但那条时间线的龙还在上初中 并没有过跟三页互换身体的经历和记忆 他打不通龙的电话 但他坚信要是见了面 他们一定能认出彼此 最终三页在电车上遇见了龙 他鼓起勇气叫了龙的名字 可惜那时的小龙并不认识他 三页无助地在山丘上发呆 这时龙也找到了这里 时间临近黄昏 传说黄昏连接了白天和黑夜 让世界的轮廓变得模糊 两人的身体在不同时空交错的一瞬间 耳边传来了清脆的铃铛声 他们只能听见彼此的声音 却看不见对方的身影 终于在即将日落的一瞬间 他们见面了 蒂章在梦里见了无数次的脸 此时就真实地站在咫尺之间 龙将杰绳还给三页当作护身符 并解释了他去东京的时候 自己还不认识他 可即使不认识 也很认真地把杰绳带了三年呢 两人又闹又笑 龙交代三页 一定要解救小镇的居民 眼看着黄昏就要结束了 龙提议两人互换把名字写在手心 可就在三页要落笔时 他消失了 龙一直念着三页的名字 可就在月亮出现时 他的记忆再次清零 他还是忘了他的名字 他只记得自己是来见一个女孩的 是来救他的 而那个女孩是最重要的人 另一边三页奋力赶回小镇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 也一直默念着龙的名字 三页在朋友的帮助下 顺利实施原计划 他们成功制造了爆炸 谎称即将发生山火 还黑进了小镇的电台 拉响警报 用广播呼吁大家向镇高中撤离 但大人们只觉得 这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就在这时 贵星真的开始分裂了 三页终究还是忘记了龙的名字 他摊开手掌发现 手心写着一句最单纯的告白 喜欢你 他一脸坚毅地再次找到父亲 画面一转 最终彗星还是砸向了戏手阵 天亮时 龙已经完全忘了自己 为什么来这里 转眼五年过去了 龙已经成了一名打工人 但却一直被一种感觉困扰 冥冥之中 似乎自己在寻找着什么 可又不知道到底在寻找什么 也记不起自己 为什么一直很关注弃手阵 后来新闻中播报 牺手阵被汇精砸中 但小镇上的居民 全都奇迹般地平安无事 官方的解释是 那天镇长正好在带领 全镇居民进行避难演练 龙就这样一直迷茫着 寻找着 此时的三页也成了 东京茫茫人海中的一员 他还是喜欢绑着一根红色发生 两人在血液中擦肩过 在飞驰的列车中交错过 在目光重叠的这一瞬间 两人同时想起了自己在寻找的是什么 他们匆忙下车 任凭感觉倾引着脚步 没有指引 没有约定 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一个台阶 两人面向彼此缓缓迈步 内心怀揣着期待和不安 眼看又要擦肩而过 龙鼓起勇气转身叫住了他 你的名字 是新海城导演在大陆上映的第一部动画电影 以超过两亿的首周票房 夺得十二月第一周周末票房冠军 同时也是大陆第一部延期下线的日本电影 并在同年创下了日本电影在华最高票房新纪录 这部电影在日本也是第一部龚琪骏的作品以外的票房突破100亿日元的动画电影 当年在日本已经超越了龚琪骏的作品《幽灵公主》 票房直逼200亿日元大关 它还代表日本动画角逐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 从今往后 日本动画不再是吉卜利一统江湖 因为还有一个导演 他叫新海城 这个少女可以让刚才还在下暴雨的天空瞬间放行 她原本背负着拯救世界的众人 却为了爱情让一座城市整整下了三年的雨 成为了一片汪洋 故事发生在繁华的东京 这座城市总是阴雨绵绵 窗户上挂着晴天娃娃 但显然并没有起作用 女主杨菜的母亲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好久 她纤细苍白的手腕上带着水滴型的手链 窗户关着却有一阵微风吹进来 杨菜抬头看向窗外 发现有一束不可思议的光束穿透云层 聚焦在了不远处一栋楼的楼顶上 似乎是有什么在召唤她 杨菜撑了把伞 快步朝着光束的方向寻了过去 这是一栋废弃大楼 与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 杨菜通过秀气斑斑的消防梯来到天台 这里的景象充满生机 与四周灰蒙蒙的一片截然不同 而纳树光正好就落在了天台的红色鸟居之上 仔细聆听 还有在雨过天晴时才能听见的清脆鸟叫声 杨菜双手合时 缓缓穿过鸟居虔诚的祈祷 忽然 耳边急风骤起 等杨菜再次睁开双眼时 发现自己竟然身体腾空在蓝天之上 无数像鱼群一样的水滴将它包围 风和云卷成了白龙的模样 在空中盘旋 一切就好像在梦境一样 但这不是梦 是杨菜真实在经历的 他也是经过这次 才觉醒了能改变天气的神力 另一边 男主藩高正坐在开往东京的邮轮上 他是一名16岁的男高中生 却离家出走了 脸上的伤势被父亲打的 甲板上看暴风雨的时候 他一不小心摔倒 差点掉进海里 幸好被一个好心的大叔及时拉住 后来藩高为了感谢大叔 主动请他吃饭 结果一下子花掉了好几天的生活费 大叔很奇怪 他怎么一个人来东京 藩高谎称是学校暑假放得早 来找亲戚玩 实际上他在东京根本举目无亲 临别时 大叔留给了藩高一张名片 为日后的再次相遇做了铺垫 藩高这才知道 大叔名叫龟介 藩高就这样带着为数不多的零花钱 开始了东京冒险之旅 他随便找了一家网吧歇角 新闻播报着现在东京的降雨次数和降雨量 已经突破了历史新高 藩高在网络上发布了求职信息 但等来的却近是些冷嘲热讽 年纪16岁的他 高中还没毕业 连身份证都没有 是很难找到正经工作的 即使他谎称自己是大学生 也会因为稚嫩的样貌 被人一眼看穿 这是藩高来到东京的 这是藩高来到东京的这几天 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唯一印象 工作找得并不顺利 带出来的钱也很有限 他不得不开始节衣缩食 到后来 藩高连最便宜的住宿都承担不起了 只能露宿街头 机缘巧合下 他在某个夜店的垃圾桶 捡到了一把手枪 他本以为这只是玩具模型 由于刚被混混欺负 他鬼使神差地把手枪藏进了包里 或许是想用来防身 现在藩高只能喝快餐店的 素食浓汤来过付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想起了口袋中的名片 之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境里 他在追逐一道神秘的光束 半梦半醒间 一个女孩在他身边放了一个汉堡 他就是洋菜 洋菜注意到 藩高已经连续三天都只喝浓汤了 所以才悄悄给他带来了汉堡 女孩的笑容很温暖 藩高觉得 这是他16岁以来 吃过最美味的一顿晚饭 从那以后 他对东京的印象开始变成了 之后 藩高根据名片上的地址 找到龟界家 龟界开了一个小小的编辑事务所 藩高的第一个人物 是调查最近网络上热度非常高的 百分百情侣的传闻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 神婆证实 情侣是真实存在的 如今自然天气失衡 很容易出现这种特殊体质的人 但神婆强调 左右自然的行为 必定伴随着代价 这句话无疑为香菜之后的结局 埋下了伏笔 龟界对藩高写出的东西还挺满意 决定正式聘用他为助手 虽然并不能拿到太多工资 但好在这里包吃包住 藩高就这样开启了在东京全新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 平淡而充实 在这之后的某一天 藩高在街头遇见了一个眼熟的面孔 女孩扎着双马尾 却故作成熟地穿着蕾丝边的裙子 她被不怀好意地混混簇拥着 眼看就要进入红灯区 藩高认出 她就是给她汉堡的那个女孩 于是鼓起勇气冲上前拉走了她 被混混追上后 藩高不出意外地挨了一顿打 还得知其实女孩是自愿的 被伤耳光的感觉 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耻辱感 她脑子一热 掏出那把手枪威慑 还以为是玩具 结果这是把真枪 这下连藩高自己都被吓到了 杨菜在这混混愣神的时候 拉走了藩高 两人藏进了那栋废弃大楼 男女主两人正式互相认识 杨菜严厉批评了藩高偷藏枪的行为 藩高不想被她讨厌 干脆心一横扔了枪 此时的她万万想不到 这一把枪为她之后去救杨菜 立了大功 杨菜一眼看出 藩高是离家出走 为了让她看一看不下雨的东京 拉着她来到天台 紧接着 杨菜双手合十 可以看见之前母亲的手链 此时已经戴在了杨菜的脖子上 说明母亲还是不幸离世了 这是藩高第一次 见识着杨菜情语的神力 原本灰蒙蒙的城市 瞬间在阳光的照耀下 变得绚丽多彩 杨菜说 自己下个月就18岁了 藩高此时还并不知道 她其实是在说谎 其实 她同样是未成年 才会被快三点辞退 母亲离世后 她独自带着弟弟艰难生活 得知杨菜是情女 藩高提议让她用这种超能力 来赚钱维持生计 两人把一次祈祷放行的价格 定在了3400日元 并制作了网站 结果刚发布 就接到了订单 跳蚤市场的商贩们 希望天空放行 原本大家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但当亲眼看见阳光 洒下来之后 众人都惊呆了 老板直接大手笔 给了他们两万日元的酬劳 从此 杨菜一炮而红 他们的网站 接满了订单 新婚夫妻想在晴天举办婚礼 爱好天文的学生 要在无语的晴空看流星 幼儿园的小朋友 想在阳光下开运动会 虽然杨菜只能召唤来 小范围的晴天 但这些阳光 给了大家不可比拟的幸福感 一直阴雨绵绵的城市 因为杨菜的出现 仿佛是开了一层多彩的绿星 让人不禁感叹 这世界的美好 翻高也是第一次深切体会到 人的心情和天空是相连的 这天 万众期待的烟花大会就要举行 可临近举办时间 天空却依旧在下雨 人们纷纷担心 烟花大会要因为天气泡汤了 主办方听了情女的传闻 请来了杨菜 她穿着漂亮的和服 来到大厦顶楼前车的祈祷 转瞬间 雨停了 阳光穿透过云层 晚霞给整座城市 照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烟花大会如期举行 不用怀疑 这些五彩般来的烟花 都是成哥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看着烟花 杨菜感慨是翻高帮他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翻高也发现了自己的心意 他喜欢上杨菜了 但好景不长 在烟花大会后 由于天气凡事 东京的气温再创新低 正值剩下的八月 却不到二十度 异常的天气严重影响了果树的生长 杨菜每次召唤晴天的酬劳 只购买两颗生菜 由于上次在烟花大会召唤晴天 被电视台报道 网站订单暴增 翻高察觉到了杨菜的疲惫 决定在接完最后一个委托 就歇业一段时间 这个委托人是一位老婆婆 他想让老伴去世后的第一次鱼栏盆节是晴天 据说 这是已故之人从天上回来的日子 如果下雨 会阻挡他们回家的道路 注意看 这个老婆婆的孙子 就是你的名字里的男主龙 龙听说杨菜下周就18岁了 提醒翻高要送人家生日礼物 翻高在商场挑了三个小时 最终选定了一枚戒指 镜头给到店员 巧了 他竟然是三叶 三叶温柔地鼓励他 另一边 归结在一位神父那 看见了一幅八百年前的壁画 画上的场景跟杨菜在天上看见的画面极其相似 这或许是说明 情侣至少在八百年前就存在了 然而神父也告诉他们 凡事都有代价 而情女都有着悲伤的命运 在翻高鼓起勇气打算拿出戒指表白时 杨菜似乎也有话要说 翻高注意到了他散附近像鱼一样游动的水珠 突然 一阵强风起来 回过神时杨菜不见了 紧接着 他从空中缓缓降落 身体却是半透明的状态 杨菜诉说了自己变成情女的经过 原来让天空放晴是有代价的 所以 他会慢慢变透明 糟糕的是 翻高因为私藏枪支和离家出走 开始被警方追查 父母也报案在找他了 警方不仅找到了杨菜家 还找到了归介的事务所 归介无奈地告诉翻高 自己不能再收留他了 否则会被警方当作绑架犯 归介给了翻高好几万块 让他乖乖回自己家去 可翻高不想和杨菜分开 杨菜也不想被送去福利院 两人连夜收拾东西 打算带着弟弟跑路 就在他们打算逃走的这天夜里 东京下起了创纪录的大暴雨 降雨量和风速达到了台风级别 气温骤降到了十度以下 城市多处发生内涝 新干线和航班大面积延误 取消 这让本来就无家可归的他们 更加寸步难行 三人决定先找个住处 但因为没有身份证 却连这么简单的诉求 也接连碰壁 数次投诉被拒后 他们抬头发现 八月的夜空竟然下起了雪 杨菜说过 他的心是和天空相连接的 这是不是代表此时 他已经对冷漠的大人彻底心寒了 之后 他们还遇见了警方的盘查 杨菜为了保护翻高 召唤了雷击 这些遭遇或许也能解释 最后男女主 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这下 他们彻底成了袭警的通缉犯 后来他们咬牙入住了 每晚两万多日元的民宿 这里床很大 浴缸很大 三个人在这里 美美地享受了一晚 翻高向神明祈祷 请求神明让他们 就这样继续一起生活下去 他不需要任何别的给予 只求神明 别再夺走属于他们的东西 但时间刚到午夜零点的时候 翻高送出了 他为杨菜准备的戒指 这时杨菜在告诉他 情女真正的命 当情女成为活祭品消失时 失控的天气才会恢复正常 翻高看见杨菜近乎透明的身体时 终于忍不住哭了 但杨菜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 把晴天带回给众生的觉悟 他托付翻高帮忙照顾好弟弟 但翻高不想管那些 他只想要三人一起生活 夜里 杨菜默默向熟睡的翻高告别 话音刚落 他就消失了 转瞬间他来到了一个异度空间 在这里 水滴能随意穿过他的身体 翻高送的戒指 也从手指上滑落 他伸手去接 却什么也没能接住 杨菜真的被献击到天上去了 第二天翻高醒来的时候 城市已经放晴 可他到处都找不到杨菜 弟弟说 自己梦见杨菜被从咬鞠带到天上了 紧接着 警方就找上门来把他带走了 出门后 翻高只觉得阳光很刺眼 缠声很过早 不得不说 你成哥是真的戏 在古诗中 寒缠通常都是用来表达离别的伤感 此处翻高一句台词也没有 一声声缠鸣却把悲戚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翻高捡到了从天空中掉下来的戒指 他这才意识到 杨菜是真的被陷进了 众人在享受着久违的晴天 他们是一家三口 成双成对 只有翻高和弟弟 在承受着失去至亲至爱的痛苦 随后翻高从警官口中才得知 其实杨菜只有15岁 翻高很悲伤很痛苦 也很后悔自己让他去做情侣赚钱的愚蠢想法 翻高提杨菜觉得不值 他默默牺牲了自己 为大家换来了蓝天 却没人知道这件事 而警官却完全无法共情 只觉得这个哭哭啼啼的少年很麻烦 甚至怀疑起了他的精神状态 翻高不顾一切地逃出警局一路狂奔 他要去救杨菜 翻高终于来到了那栋废弃大厦 龟介却因为接到警方的消息 提前在这里等着他 翻高请求龟介不要阻拦他 可龟介劝他去自首 我个人猜测 龟介这时候是出于私心 才阻止翻高去救杨菜 因为龟介的女儿有哮喘 只能在晴天的时候出去玩 虽然活人献祭换晴天听起来很扯 但显然龟介是相信的 因为警官去他家问话时 透露出翻高说杨菜被献祭这件事时 他哭了 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少年肯定是敌不过大人 这时 翻高捡到了最开始他扔在这里的那把枪 他坚信通过这天台的鸟居能救回杨菜 龟介看他如此坚定 忠于动容 还帮他突破了警官们的包围 成功到达天台鸟居 翻高一边大声祈求神明 一边跨过那道门 他成功到达了杨菜所在的地方 翻高一遍又一遍地呼唤 叫醒了杨菜 水地狱要把翻高送回去 杨菜不假思索地跳入天空 紧紧抓住了他的双手 在下坠的途中 杨菜有一丝犹豫 他不做情女献祭 天气怎么办 东京怎么办 他们决定从今以后 为自己起愿 翻高成功把杨菜带回人间 但与此同时 东京的蓝天瞬间消失 杨菜的项链断了 这或许意味着 他成功摆脱了宿命的稚固 但违抗宿命的结果 是东京大雨倾盆 乌云连日不开 在这之后 翻高就被迫和杨菜分开了 他被带回了家乡 在警方的监视下生活学习 努力考上了东京的大学 雨也一直下 一直下 整整下了三年还没有停 再次回到东京 这里已经被淹没成 一座水上城市 人们纷纷搬往高处 出行也成了水上交通 他们已经慢慢适应了 在水上之城的生活 翻高心中很自责 可龙的奶奶告诉他 这里在两百年前 原本就是海洋 现如今只不过是 恢复了原貌而已 龟姐也告诉他不用自责 因为这个世界 原本就不正常 大叔也许是在反省 自己曾经觉得 牺牲一个少女 换来大家的晴天 没什么问题的自私 看来剧中设定的东京 之前能相安无事 一直以来 都是无数个情侣献祭的结果 只是这一代的情侣杨菜 因为翻高的出现 最终没有选择牺牲自己 成全大局 最后 翻高在当年原本 想跟杨菜表白的地方 遇见了他 少年牵起少女的双手 因为这就是他的阳光 这就是他的全世界 在最爱的人身边 即使是阴雨连绵 也能有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气 这个15岁的男高中生 爱上了比他大一个年轮的女老师 两人之间这段超越世俗的情感 最终会走向何处 男主孝雄在一个 父母离异的家庭中长大 平时的家务活都是他在做 母亲长得很显年轻 也比较孩子气 挑了一个比自己小一轮的男人 做男朋友 哥哥工作很忙 最近要搬出去跟女友一起住 母亲听后也赌气离家出走 去投奔男友了 15岁的孝雄就这样开始了独居生活 好在他早已习惯了如何照顾好自己 他做的一手好菜 没钱了就出去做兼职赚点零花 特殊的成长环境 让他显得比同龄人更加成熟 孝雄从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起因是跟父亲一起送了母亲一双 很漂亮的高跟鞋 从那以后 他就立志要做一名女鞋设计师 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亲手为别人设计出好看又舒适的鞋子 陪伴他人走得更远更稳 孝雄喜欢下雨天 他经常在下雨天的早晨翘刻去公园画画 在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绿色幽静寻找灵感 在六月的一个雨天 孝雄像之前的下雨天一样 轻车熟路地来到那个公园 可这次熟悉的凉亭里却多了一个曼妙的女性身影 明明入口就贴着禁止饮酒 她却在这里旁若无人地喝酒 时宜了片刻 孝雄还是走了进去 女人坐去旁边 给她让出一个位置 两人并没有过度地交流 只是点头打了个招呼 而这个女人就是本剧的女主 名叫雪野 孝雄坐下后表面上是在画画 其实一直在落笔的间隙 偷描旁边的雪野 虽然雪野的行为打破了公园的规则 但孝雄并没有对此反感 相反是对她充满了好奇 她穿着职业套装 举手投足间优雅知性 一看就是比孝雄年长的姐姐 孝雄注意到雪野的搭配很奇特 竟然在用巧克力配啤酒 她在心中揣摩着各种缘由 突然又觉得身边的这个女人似曾相识 由于走神 橡皮不小心掉了 弹到了雪野的手掌心 雪野很自然地捡起 并送还给她 于是孝雄借着这个契机问她 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 雪野先是下意识地摇头否认了 但当她注意到 孝雄校服上的校徽时 愣住了 学野的声音很小 不知在喃喃自语 还是在说给孝雄听 之后雪野留下一首短歌的上半段 就撑伞离开了 隐约雷鸣 阴霾天空 淡盼风雨来 能留你在此 当时的孝雄并没能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但她悄悄记在了纸上 晴天的时候 孝雄会去学校上课 按部绣班 她打从心底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但其实现在老师在黑板上讲的 正是雪野给她留下的那首短歌 在遇见雪野之后 孝雄就更加期待下雨了 又是一个下雨天 她撑着伞脚步轻快地前往凉亭 果然 这次又遇见了雪野 俗话说 一回生 二回熟 雪野主动开口打了招呼 之后两人互不打扰 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 但能感觉到 他们都比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放松了一些 孝雄悄悄将雪野当作人体模特 跨起了她的脚步 雪野很好奇 孝雄怎么不去学校上课 孝雄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她怎么不去上班 一个翘课 一个巧班 联想到两人的处境 雪野不禁笑出声来 孝雄顺势关心她不要光喝酒 也要搭配点食物 雪野俏皮地从包里拿出一堆巧克力 要分她吃 两人就这样攀谈起来 并且聊得很开心 时间临近中午 孝雄主动告别先走一步 她规定自己只在上午逃课 看来这家伙连逃课都很有规则 雪野笑着说 也许以后的下雨天还会见面 这像是一种默契的约定 她并没有明确邀约 她也没有明确回应 之后到了梅雨季节 雨下得更频繁了 每到下雨天 两人都顺理成章地在这座凉亭相遇 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闲聊中越坐越近 新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孝雄甚至告诉了雪野 自己想成为一名制邪师的梦想 这是他第一次向别人提起自己心中的想法 他还做便当给他吃 但雪野则一直是旁听者的角色 很少主动提起自己的事情 孝雄很想多了解他一些 从事什么职业 在哪家公司上班 平时都在烦恼什么 但最终他什么也没有问 因为他很清楚 对于那个女人而言 自己只是一个15岁的小孩子 又是一个雨天 雪野在车站犹豫了梁亭 是上车还是去那个梁亭 电车开走了 雪野却并没有上车 他轻笑了一声 他知道 心底有一种不甘萌芽的情愫 被一个又一个的雨天灌溉生长了 之后雪野照常来到梁亭 孝雄很自然地 坐在靠内的位置等他 仿佛知道他一定会来 雪野还没走入镜头画面 孝雄就迫不及待地 抬头跟他打招呼 看来是一直在留意他呢 这次雪野没有喝酒配巧克力 而是带了自己亲手做的便当 孝雄不由分说地 加了一块品尝 只是没想到 这美女姐姐做的便当 味道却不怎么样 本该软软的蛋卷 被不小心混进了蛋壳 孝雄取笑他笨手笨脚 雪野不甘示弱地说他活该 午饭就这样 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之后笑雄靠着柱子睡着了 朦胧间 他梦见了小时候跟哥哥 还有爸爸 一起送给妈妈的 那双美丽的高跟鞋 雪野看着笑雄熟睡的脸庞 自言自语道 我还能坚持下去吗 回到家后 雪野跟前男友通话 我们才得以知晓 原来他自从某件事的打击以后 精神压力过大 患上了味觉麻痹症 他一度只能尝到 酒和巧克力的味道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做饭不好吃 但神奇的是 今天雪野尝到了 笑雄做的便当的味道 不过雪野跟前男友 介绍起笑雄史 说的却是一个 会带便当来的亲戚老婆婆 他没有勇气实话实说 自己一直在跟一个高中生 暧昧不清 这里要注意的是 片中没有明说 雪野的前男友也是老师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月 由于雪野经常吃 笑雄做的便当 于是送给笑雄一本 专业的鞋类设计书 作为回礼 这本书对笑雄来说很贵重 他根本就舍不得买 笑雄鼓起勇气说 自己最近在计划着 做一双女鞋 但还没有灵感 没有想好要为谁而送 一道小小的彩虹 撒在这两人的双腿之间 笑雄没有再说下去 雪野却心领神会了 只见他静止脱下 自己的高跟鞋 将脚轻轻放在了长椅上 空气很安静 安静到仿佛能听见呼吸声 鱼家的又气又密 就像此时笑雄紧张激动的心情 他轻轻握上雪野的脚 仔细测量并记录下数据 就在这时 雪野终于主动开口了 但由于笑雄对他一无所知 连性命都不知道 所以张张嘴也不知该怎么安慰 只好继续低头测量 但尽管如此 笑雄还是无法抗拒地 深深被他吸引 之后当地的梅雨季节结束了 天气一见 切换成了连续的大好晴天 雪野嘴上说着 这样也好 这样那孩子就找不到 借口逃课了 但其实他心地里 一点也不希望雨季结束 所以即使是晴天 他也会来到那座凉亭 并期待能遇见笑雄 有人走来 他忐忑地抬起头 可惜不是他在等的人 虽然是同样的公园 但没有那个少年的良情 显得格外陌生 笑雄这边却一直没有再去公园 也许是遵循雨天才能见面的规则 但更多的是 不想让雪野觉得 他只是一个不安适适的小孩子 他更加努力地打工攒钱 甚至已经穿上了 自己亲手做的鞋子 只是一直等到八月的暑假 他也没能等来一个雨天 没能等到那个去见他的借口 笑雄不知道的是 他已经成了雪野的精神支柱 在没能见面的日子里 他连摔碎一个粉饼这种小事 都会忍不住抽气 暑假的每天笑雄都去打工 要为念大学攒学费 支撑他的智鞋梦想也需要花钱 笑雄的心中也十分想念雪野 但他深知 如果不付出行动 那么自己对他而言 将永远只是个孩子 因此 他决定要亲手为雪野做一双鞋 让他穿上后 能走得更稳更远 雪野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悟出了这样的道理 换句话说 也许从某种方面来看 他并没有15岁的笑雄成熟 九月开学后 两人终于又相见了 只是这样的重逢 是笑雄怎么也没想到的 雪野竟然是他们学校的古文老师 两人在学校的走廊擦肩而过 雪野是来办理离职的 原来他一早就知道 笑雄是他学校的学生 可笑雄却什么都不知道 此前 有一位学姐的男友 一厢情愿地对雪野有好感 那位学姐就疯狂吃醋 然后联合全班同学跟雪野作对 还胡编乱造一些流言蜚语 传到家长那里 而这些 就是雪野一直以来郁郁寡欢 压力大 未决减退的原因 而且当时他的前男友也不相信他 事后才有所悔悟 虽然笑雄在得知雪野早就知道自己身份 却不主动坦白时 心中有些生气 但在知道雪野要含冤离职时 还是跑去找那个学姐去帮他出气 结果被对方的男友给揍了一顿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向低调的笑雄 为雪野负了伤 但他并不后悔 在这个没有下雨的晴天 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那个凉亭 见面后 笑雄流利地引出了那首短歌的打歌 隐约雷鸣 阴霾天空 即使无风雨 我亦留此地 他终于知道了 这是古文课本中万叶集中的一首 其实 这里相当于是笑雄对雪野的一种隐晦的表白了 赵薇翻译一下就是 一开始我来到这个凉亭 是因为喜欢下雨 现在即使不下雨 我也会来 因为我想见你 听完笑雄说的话后 雪野的发丝 连同身后的湖水一起 被风吹动了 这是成岛在用更隐晦的方式告诉观众 雪野心动了 之后雪野向笑雄解释 他不是故意要隐瞒身份 而是以为他早就从同学那里听说了他的事 没想到 笑雄的心思从来都不在学校 也不关注这些事 两人终于解开心结 这时 一道惊雷响起 瞬间下起磅礴大雨 此情此景 像极了两人初次见面的那天 两人冒雨前往那个熟悉的凉亭避雨 之后风雨加剧 小小的凉亭已经不足以避雨 他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 待雨稍微小一些后 雪野带笑雄回了家 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 雪野负责熨烫衣服 笑雄负责做饭 就像一对新婚小夫妻那样 甜蜜温馨 两人都沉浸在这幸福的时刻 希望这场雨不要停 这时 笑雄终于抬头对雪野说出了那句 我喜欢你 他没有叫老师 而是叫了雪野小姐 少年的身上 没有那么多世俗的枷锁 无论两人的年龄和身份差距有多大 在这一刻 在笑雄的眼中 他和雪野是平等的 他是自己可以追求的喜欢的人 雪野像少女一般顿时脸红了 说明这句话是他内心渴望听到的 但他不得不考虑彼此的年龄差 以及曾经的师生关系 他担心两人之间的情感 不能被世俗接受 所以迟疑了片刻 他还是帮笑雄纠正了称呼 应该叫我雪野老师 随后雪野说自己下周就要搬家了 并且这一件事从很早之前就决定好了 这算是间接拒绝了笑雄 但也在暗示自己不是不喜欢他 离开是无奈之举 但少年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 他只知道自己被拒绝了 笑雄心灰意冷 换上了还没晾干的衣服 就匆忙离开 雪野留在房间里潸染泪下 也许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 回想起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时光 和笑雄给他的打歌 即使无风雨 我一流此地 雪野决定冲破世俗的枷锁 一直以来举步维艰的他 这一次连鞋都没有穿 就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 幸好笑雄并没有走远 他趴在楼岛发呆 见雪野追了出来 他也终于发泄出了自己的情绪 违心地说自己讨厌雪野 让他忘记刚才的对话 笑雄越说越激动 眼泪也不受控制了 雪野想反驳 却说不出话 伴随着阳光洒下来的一瞬间 他勇敢地扑过去抱住笑雄 倾诉着自己埋藏在心里的苦楚 曾经的雪野 每天都穿戴整齐准备去学校 却都被恐惧压得迈不开脚 是笑雄给了他前进的力量 就这样 终于敞开心扉的两人 在大雨中紧紧相拥着 但在这之后 雪野还是按照原计划 回到乡下做了一名教师 两人在不同的地方 继续着各自的生活 笑雄经常会独自前往那个凉亭 读着雪野寄来的信 他将为雪野做的那双鞋 放在了他经常坐的位置 计划着等自己变得更强大 能走得更稳 更远时就去见他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并没有明确的结局 这也算是一种留白美学吧 炎炎之亭片名里有个炎字 但男女主彼此之间 并没有很多台词 这种表现方式 很好地体现了 两个人心中的纠结和克制 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对话 也不用很清楚地了解对方 就这样默契地 在每个下雨天 去凉亭见面 靠着每次相遇时的 点点滴滴喜欢上对方 并相知相守 这部动画电影2013年 在日本雅虎的评分为4分 满分5分 虽然剧情略显单薄 但由于新海城导演 对动画质感的苛求 营造了一场美到极致的 视觉盛宴 在简短的46分钟时长里 每一帧都是那么的无可挑剔 之后也因画面唯美 而迅速火出圈 号称随便一帧 都能做桌面壁纸 这对男孩女孩相识了近20年 谈了13年的异地恋 可最后 女孩却嫁给了别人 男主袁野贵树和女主小袁明里 从小都因为父母的工作调动 需要经常转学 1990年4月的一天 贵树转校来到 东京的一所小学读三年级 一年后 明里也转学来到同一班级 两人都体弱多病 比起操场 他们更喜欢待在图书馆 虽然当时年纪还小 但他们互相吸引着 从借书卡的细节可以看出 两人经常会借同一本书卡 久而久之 两人的关系变得很亲密 他们一起上下学 一起喂流浪猫 还会一起探讨在书上看见的 有五只眼睛的奇怪生物 他们觉得彼此心意相通 因为无论一个人说了什么话题 另一个人都能很自然地接下去 生入五年级后 孩子们从天真无邪的年龄 逐渐成长为对爱情的懵懂 由于贵树和明里的形影不离 渐渐地 班上的同学开始传两人的绯闻 还在黑板上给明里灌了夫姓 将她的名字写成原野明里 要知道 在日本 女性只有结婚后 才会改随夫姓 明里又害羞又紧张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每当这时 原本胆小的贵树 都会鼓起勇气 站出来保护明里 这小手一拉 显然让科他们俩 CP的同学们更兴奋了 时间来到1993年 这时两人已生入六年级 春天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明里会带贵树 走一条非纸巾的上雪路 她很喜欢在樱花树下行走的感觉 因为飘落的花瓣 就像是在下雪 也就是在这条樱花浪漫的小道上 明里对贵树 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这时的贵树还不明白 这是明里无意间在 委婉地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意 突然明里快步向前奔跑起来 她不用回头也知道 贵树会在后面跟着她 明里快速跑到平交道的另一边 火车即将开过 贵树被拦在了这一边 明里许愿 明年也能跟贵树一起看樱花 当然 不止明年 不止看樱花 但飞速掠过的火车 盖住了明里的声音 回去的路上 两人约定好要考同一所中学 今后也永远在一起 继续这样美好的日子 因为她想一直保护她 后来他们通过努力 考上同一所中学 但是命运并没能让这两个孩子如愿 明里突然要转学 跟随父母去栗木县的中学 她为了留在贵树身边 甚至跟父母提出过 寄宿在东京的亲戚家 但父母以她年纪上小为由拒绝了 在小学毕业典礼上 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 彼此的脸上都写满了难过与不舍 这是两人第一次被迫分开 明里转到栗木县的中学后 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长到了八十公里 也从以往的朝夕相伴 变成了远距离的思念 之后 贵树一直努力地适应着 没有明里陪伴的生活 自毕业典礼一别后 两人一直处于断联的状态 在中学一年级的夏天 贵树收到了明里写给她的信 此时两人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面了 明里在信里描述着自己现在的生活 那里比东京凉快一些 但她却更喜欢东京闷热的夏日 喜欢待在贵树身边的日子 虽然明里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字里行间都是对贵树的想念 莫伟还小心翼翼地问贵树 是否还记得她 这时候贵树的生活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她不再是一个人躲在图书馆 她参加了社团 会跟学长一起踢球 上下学也有三五好友陪在身边 贵树从信中感受到了明里的孤独 她能想象到明里总是孤零零一个人 像小学时那样 这让校园生活逐渐丰富的贵树 更加想要去保护明里 她觉得她需要她 也就是从这时起 还没有手机的两人开始互通书信 到那年的冬天时 两人已经有一年都没有见过面了 这学习结束 贵树也要转校去鹿尔岛念书了 那是一个比起东京距离明里 更加遥远的地方 远到不再是想见面时 乘坐电车就可以见面的距离 远到可能对还是初中生的两人来说 是再也不可能见面的距离 于是贵树在信中与明里约定 她会在1995年3月4日那天晚上7点 与她在那个小县城的车站见面 第二天一早 她再坐早班车返回东京 这样明里只需要从家里去车站就行 明里很期待 也很紧张 她在信中贴心地帮贵树查了路线 但这对贵树来说 远远不够 她需要提前很久开始做规划 因此常常累到直接在书桌前睡着 那一年 从东京到那个小县城 需要辗转换乘好几条电车线路 其中最短的换乘时间 甚至只有几分钟 还有个别客流量不大的车站 车辆的班次少 间隔时间又很长 因此贵树的容错率非常低 一旦一环出错 就可能要多花很多时间来等下一班车 为了能完成在七点前准时到达的约定 贵树买了最新一期的列车时刻表 帮助自己来做更加详细的规划 为了去见明里一面 贵树此行大概需要花费3540日元 这对于还是初中生的她来说 是攒了很久的零花钱 这也是两人从1994年9月就开始通信 却在1995年3月才见面的原因 即使是在2002年 每次见面的往返路费 也是异地恋的情侣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终于等到见面这天 从早上开始就下着寒冷的雨 中午之后 雨又变成了雪 并且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 放学后 贵树按约定踏上了寻找明里的旅途 这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 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是贵树第一次来到新宿站 接下来要换成的线路 他也从来都没有坐过 贵树的心里同样紧张 他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得好快 脸上泛起一丝红韵 他给明里写了一封特别的信 一路上都小细意义地揣在口袋里 可天空不作美 由于下大雪的缘故 电车发生了晚点与停运 这是贵树从来没有预想到的情况 列车的临时停靠时间 开始变得一次比一次漫长 贵树坐立难安 明明有空坐位 他却坚持站在门口 也许是想在到达明里所在的那一站时 可以第一时间冲下去跟他见面 然而一条条线路的相继晚点 就像多米诺骨牌 导致贵树最终还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 眼看时间已经超过七点 他终于放下行李 把自己也扔在座位上 跟自己生闷气 贵树担心自己的迟到会让明里心里不安 恶劣的天气 也让他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变得遥遥无期 在到达倒数第二站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四十一 贵树担心等自己到时 明里已经离开了 二十点十五分 最后一条线路又是大幅度晚点 但他却毫无办法 只能在原地干等 不知等了多久 贵树想买一罐饮料解渴 但一阵无情的风 吹走了那风他攥在手里一路的信 二十点五十四分 车又临时停靠了 贵树已经迟到了将近两个小时 但他却还是没到达目的地 贵树赌气般地摘下手表放到一边 不再时刻关注时间了 列车这一停又是两个多小时 难得才能见到一次面 每一分钟对贵树来说都很重要 可风雪就这样让宝贵的时间从他身边溜走 比起一开始希望明里能再多等他会儿 现在的贵树反倒更希望 明里已经回家了 等贵树到达目的地时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十五分 在这站下车的人只有他一个 车站也是一片寂静 但当贵树走进车站后车室时 却惊讶地发现 明里依然在这里等着他 看见贵树的一瞬间 明里终于忍不住低声抽气 在后车室里 贵树吃了明里亲手做的茶点 之后两人一同前往明里之前 在信中提到的那棵樱花树 可惜现在是冬天 树光秃秃的 没有一片樱花 这时贵树突然想起 很久以前 明里说樱花飘落的样子很像雪花 这么一看 的确很像 两人在这棵树下交换了初吻 在树下紧紧相拥 在寒冷的冬夜 感受彼此的体温 那天晚上 两人在田边的一座小仓库里度过 他们聊了很久很久 直到不知不觉睡着了 次日 贵树乘坐早上第一班电车离开了 他没有告诉明里 自己把要给他的信弄丢了 他也不知道明里将事先准备好的信 藏在了包里没有给他 火车渐行渐远 就像贵树和明里之间的距离 这一别后 两人再也没有过联系 贵树跟随父母搬到鹿尔岛后 再次开启了新的生活 当地的女孩成田花苗 在看到转校过来的贵树第一眼时 就对她一见钟情 无论上课时还是放学后 甚至是在遛狗的时候 花苗都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他的身影 悄悄在角落等到天黑 也要跟他一起骑车回家 与明里不同的是 花苗性格开朗 朋友很多 还很擅长冲浪 而贵树也已经成为了 品学兼有的男神 花苗为了和他考上 童语所高中拼命学习 但他一直没有勇气告白 花苗注意到 贵树总是拿着手机在编辑短信 不知是发给谁 他想知道 却又不敢问 只能在心中盼望着 如果是发给我的就好了 但其实贵树 编辑了一遍又一遍的短信 根本没有收件人 贵树出于男生的责任感 会先送花苗回家 再独自骑车回家 但他看向他时眼神空洞 因为他心里 一直有一个叫明里的女孩 这么多年来 他努力变得更强大 就是为了保护明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他们要填报大学志愿了 贵树的志愿很明确 他要考去东京 但花苗区的未来感到很迷茫 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填志愿 他把志愿表折成纸飞机 让他随风而去了 夏天的某个傍晚 这天花苗终于下定决心 要和贵树表白 但当他真的站在贵树面前时 表白的话 却怎么也没能说出口 花苗突然伤心地哭了 他在心中请求贵树 不要再对他这么温柔 一团火光从他们身后直冲云霄 长长的托尾将天空分成两半 一半明亮 一半灰暗 就在这时花苗终于明白 贵树的眼里永远不会有他的存在 最终花苗什么也没有说 而是继续把这份喜欢藏在了心底 时光任然 转眼贵树已经大学毕业 在东京成为了一名上班族 过着忙碌的日子 他谈了一段恋爱 但也无忌而终 这段感情在贵树看来 即使两人互通了一千条短信 心也只拉近了一厘米而已 2007年的冬天 明里在小县城的车站跟父母告别 下个月他就要嫁给别人了 他出发前往夫家的前一晚 他整理旧物室 翻到了当年准备给贵树的信 当天晚上 他梦见了两人小时候的事情 2008年 贵树在春天来临前辞职了 他的能力出众 公司的环境让他倍感压抑 因此决定成立工作室单干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一片樱花花瓣 从窗外飘了进来 贵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披上外套 缓缓走在樱花盛开的街道 在经过平交道时 一位长发飘飘的女人迎面而来 擦肩而过的瞬间 贵树莫名觉得很眼熟 他想 如果自己回头 对方也一定会转过身来 然而戏剧性的是 就在要看清女人样貌的一瞬间 又有一辆列车急驰而过 等列车开走后 贵树在看向对面时 那里已经没有了女人的身影 这一刻 贵树也微微一笑 转过身去 桅杆抬起 她本可以追过去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一直以来 明里都是贵树前进的动力 在这一刻 她也终于释然了 其实从时间线上来看 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明里 她也已经跟现任丈夫结婚数远了 她的婚姻一定很幸福 所以才毫不留恋地 直接离开了平交道 贵树成长了 明里也成长了 她不再需要贵树的保护 樱花下落的速度是每秒5厘米 这个速度走13年 是南极到北极的距离 13年 足够让樱花以每秒前进5厘米的速度 到达世界上距离最远的两端 却不够让两颗原本互相喜欢的心靠在一起 鸟素5厘米是新海城导演2007年的作品 曾在首届亚太电影大奖中 获得最佳动画电影奖 并一度成为新海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如今在豆瓣超过50万人为这部经典制作 打出8.3分的高分 本作全篇时长只有63分钟 却为观众讲述了一个男孩的整个青春 虽然制作成本并不高 大约只有2500万日语 但唯美的画面依旧征服了万千观众的心 15年过去了 那句经典台词 至今仍广为流传 看完这部作品 你有想见的人吗